我们家和二叔家轮流给奶奶养老 每家轮两个月 可是奶奶在临终前一个月的时候 她本来在二叔家待得好好的 可是说什么也得来我们家住 父亲把奶奶接到了我们家里 奶奶在我们家待了一个月 在睡梦中安详的远去了 葬礼结束 母亲整理奶奶生前的用过的东西 母亲一掀奶奶床上的褥子 看到一个布包 突然大哭起来 母亲说 娘 我知道你为啥提前来我家住了 奶奶是85岁去世的 其实这个奶奶并不是我的亲奶奶 我老奶奶家是一个十好几口人的大家庭 我爷爷把亲奶奶取进家门以后 没有分家 一大家子在一起吃饭 每隔一天就要推一次磨 磨一大盆胡子 老姨大落煎饼 不够两天吃的 奶奶怀着父亲的时候 整个孕期没有好东西吃 有时还得饿着肚子 丝毫没有耽误干活 那时候 女人都穿着肥大的大金挂子 奶奶根本看不出来怀孕了 父亲生下来两天 鸡叫三便时奶奶就在院子里推磨 正是大冬天 刚刚下过一场大雪 冷气嗖嗖地往裤腿里 脖领子里钻 奶奶产后中风 得了大毛病 去公社的卫生院也没有治过来 爷爷只好抱着父亲 去村里刚刚生过孩子的人家 讨口奶水吃 在亲戚的介绍下 奶奶来到了爷爷家里 奶奶对父亲视如己出 虽然他从来没有养过孩子 但是父亲仿佛和奶奶 有一种天然的亲情 奶奶抱着他就不哭了 眼珠滴溜咕噜地转 奶奶红着眼圈说 哎 这娃和我有缘人啊 奶奶一进门就当上了娘 很不容易 我们这里主要种植 红薯等粗粮 每年生产队里分的小麦 也就是够过年和过中秋节 包炖饺子吃的 奶奶告诉爷爷 家里的面粉谁都不能动 都得给留着给父亲吃 奶奶特别会煎面饼 把面饼煎得金黄 奶奶用面饼把父亲喂得胖胖的 邻居们都说 这孩子有福了呀 自从后娘进门 这孩子就像九汉的庄稼 变得水灵结实了 父亲跟在奶奶身后 一口一个娘喊着 放学回来 一头扑到奶奶怀里 亲得了不得 父亲八岁时奶奶才生了二叔 接连又生下了大姑 二姑 三姑 奶奶家里也有五个孩子 那四个是奶奶亲生的 但是奶奶特别偏向父亲 要是二叔和父亲吵架的时候 奶奶拿着条肘疙瘩 就去吓唬二叔 把他赶跑 家里要是炒一盘好菜 爷爷奶奶不舍得吃 二叔和几个姑姑 要是想动筷子 奶奶就大喝一声 说等你哥回来你再吃 二叔和几个姑姑 经常说奶奶偏心 奶奶也不解释 村子里当时都是用黄草 当屋顶盖房子 奶奶对爷爷说 咱砸锅卖铁 也得给老大盖上瓦房 我知道咱家里钱不够 别愁 我去娘家借 把母亲娶进家门以后 奶奶长长地输了一口气 她说终于放心了 二叔头脑很聪明 1977年10月恢复高考以后 二叔考上了大学 虽然只是专科 但是在70年代 专科也是响当当的大学生 二叔上大学的时候 学校里每月会发补助 但是二叔个子长得五大三粗的 根本吃不饱 母亲攒了鸡蛋 拿到集上去卖 每隔两三个月 父亲就给二叔寄个十元二十元的 补贴他吃饭 二叔放假回来的时候 奶奶就对他说 老二 你这辈子可不能忘了你哥你嫂子 鸡蛋不舍得给孩子吃 卖了钱寄给你 你以后参加工作了 可得好好帮帮你哥 二叔点点头说 娘 你放心 即使大哥不给我钱 要是他家以后生活困难了 我也会管他 二叔大学毕业后分到了县里工作 承担了爷爷奶奶所有的生活开支 逢年过节的时候 二叔不但给爷爷奶奶买一大堆礼物 给我们家也买不少好东西 沾了他很多光 二叔上班第三年 爷爷突然心脏病发作去世了 奶奶哭着说 老爸呀 你怎么没有福气呢 儿子能挣钱了 你这才想了几天福呀 爷爷去世以后 奶奶孤零零地住在小院里 父亲曾经多次让他来我们家住 可是奶奶说 儿子呀 我不能去你家 只要我能动弹手脚利索 我就自己做饭 我不能给你们添麻烦 以后身体不好了 那没办法了 就得靠你们照顾 我姑姑经常来看望奶奶 给奶奶洗衣服 收拾收拾家里 慢慢地 奶奶走出了失去爷爷的悲伤 脸上又有了笑模样 奶奶给我们家帮了不少忙 每到农忙季节 我们都在地里干活 奶奶就在家里把饭做好 由于二叔在外面挣工资 经常补贴奶奶 老人手里零花钱不断 在八十年代 农村日子还不宽裕 很少有舍得买肉的 可是奶奶经常去供销社里 也买来肥猪肉 炖大锅菜给我们吃 要是我们交学费的时候 钱不够了 奶奶总会把母亲拉到一边 从她大金子里摸出来一卷钱 小声说 儿媳妇 别愁 给你这些钱 娘这里有钱 母亲不好意思接 红着脸说 娘 你帮我们太多了 我知道这些钱都是二弟 和那几个妹妹孝顺你的 你多数花给了我们家 奶奶就爽朗地笑着说 儿媳妇呀 你怎么还和娘生分了呢 钱是他们给的 但是怎么花我说了算啊 我们感激奶奶 也很感激二叔 每当七八月份 地里的青玉米能煮着吃了 别人家不舍得掰 我父亲就掰上两大袋子 给二叔送去 让二叔家煮着吃 到了秋天 地瓜长得拳头大了 父亲就刨了给二叔 父亲说二叔就喜欢吃煮玉米 煮地瓜 奶奶七十五岁那年冬天 我们这里下了一场罕见的大雪 快把门口堵上了 我母亲给奶奶包了她爱吃的白菜馅的水饺 父亲身一脚前一脚地给奶奶送去 父亲说 娘 雪还没停 你不用急着扫雪 等不下雪了我过来给你扫 奶奶嘴上答应 可是父亲前脚走了 她就开始出来扫院子 没想到脚下一滑扑通摔倒了 父亲赶紧把奶奶送去了卫生院 在卫生院里住了两天 医生说摔得不轻 转去县医院吧 奶奶住院的时候 是父亲一个人照顾的 虽然二叔在县城工作 但是他也不能常请假呀 父亲就说 二弟 你工作要紧 哥又没事 你放心就是 我在这里照顾咱娘就行 我那几个姑姑去看奶奶的时候 父亲也不让他们在医院里伺候 父亲说 出嫁的闺女得先管好婆嫁 我是咱娘的长子 我伺候老人是应该的 奶奶说 父亲照顾她 比闺女都细心 毕竟年纪大了 奶奶出院以后 也不能下床走路了 父亲和二叔 争着给奶奶养老 二叔说 哥 我家住在城里 条件要好一些 咱们有个病痛的 送医院 也方便 让咱娘跟着我生活吧 可是父亲却说 二弟呀 你和弟媳妇都在公家单位上班 娘去了你们家 你们怎么上班呀 天长日久的 这可不是一天两天的事 我和你嫂子在庄户地里 也就是到干农活的时候忙一些 平时种个菜园 累不到哪里去 我们伺候起咱娘来 更方便一些 再说 咱俩在乡下也都习惯了 两个人争执不休 奶奶说话了 爱 我这是哪辈子的福气啊 两个儿子争着给我养老 这样吧 你们轮流养老我 每家住两个月 就这样定下了 就这样 我们和二叔家 开始给奶奶轮流养老 轮到二叔家的时候 父亲和母亲经常去看奶奶 奶奶几天见不到父亲就想她 父亲去二叔家的时候 从来不空手 买奶奶爱吃的点心 或者红烧猪头肉 奶奶总是红着眼圈说 儿子呀 你来看看我就行了 你可别花钱 给我买这买那了 你手里没钱 咱娘俩在一起 拉拉瓜说说话 比啥都强 我二叔在一边就笑着说 哥 我看你倒是亲生的 我就像捡来的一样 奶奶一本正经地说 老二呀 你可别眼红 我和你哥阿娘俩 出了多少年了 和你才出多少年呢 别忘了你比你哥小八岁呢 奶奶的话 让父亲和二叔都哈哈大笑 二叔说奶奶年纪大了 但是脑子一点也不糊涂 每当奶奶来我们家养老的时候 脸上的笑容特别多 她说 一回村里呀 我就觉得喘气都顺当了呢 在城里虽然好 老老二两口子 把我伺候得很周到 但是不如乡下自在啊 母亲就说 娘啊 那你就别去老两家了 就在我家一直住下去就行 我们巴布的你在这里呢 家有一老如有一宝 我干活回来 能喊一声娘 多高兴啊 奶奶摇摇头说 儿媳妇呀 我可不糊涂 我又不是只有你们这一个儿子 我把老二养大公 他读书更不容易 他给我养老也是应该的 奶奶是因历八月初六过生日 那些日子 正好奶奶去了城里二叔家住 奶奶八十五岁了 父亲和二叔商量着 要给奶奶好好过个生日 二叔说一大家子就去饭店吧 七月初九那天 奶奶却要回乡下 二叔纳闷地说 娘 你才来我家刚刚住了一个月 不是说好住两个月吗 你怎么样提前去我哥家 奶奶说 老二呀 我这些日子也不知道怎么回事 心里就是特别想老家 我不是下个月过生日吗 我得回老家去过生日 这些日子 你哥忙地里的活 没空来看我 我得回去 二叔有些为难 他怕父亲和母亲说闲话 毕竟奶奶应该在他们家 再待一个月 父亲知道了 以后他着急地说 只要咱娘想回来 赶紧把她送回来吧 我和你嫂子在忙 也没有伺候咱娘重要 就这样 奶奶提前一个月来到了我们家 过了些日子 奶奶过生日的时候 她说不去饭店 就在家里吃饭就行了 二叔买来了鸡鸭鱼肉 我母亲钻进锅屋里 炒了两大桌子菜 我那几个姑姑家全都来了 那年我们家的玉米 获得了大丰收 掰回来的玉米 堆了满满一院子 初九那天 奶奶坐在轮椅上 我们一大家子 就坐在那里扒玉米 黄灯灯的玉米 挂了满满一院子 奶奶欣慰地对我父亲说 儿子呀 今年玉米打了这么多 你们家吃喝是不愁了 可是在庄护地里 攒点钱不容易啊 哎 娘也没有能力帮你了 这几个儿女 就你家日子最紧巴 娘有数 我父亲马上说 娘 你说到哪里去了呀 你把我养大 又给我盖上这几间大瓦房 我就心满意足了 你还得怎么帮我呀 奶奶抹着眼泪说 儿子呀 我来这个家的时候 你才几个月大 还不会说话 等你会打了话了 不会叫爹 先会叫娘 到现在我还能回想起来 你头一回喊的那声娘 你是个懂得感恩的孩子呀 这些年我也想了你的福了 你虽然不是我亲生的 可是咱娘俩说起话来 从来不遮不掩的 比老二还要贴心呢 听奶奶这么一说 我父亲也动了情 他把手里的玉米一扔 双手拉着奶奶说 娘啊 你这一说呀 说得我还怪心酸的 我对我亲娘没有印象 是你把我养大的 在我的心里 你就是我的亲娘 说着说着 父亲和奶奶抱头哭起来 母亲在一边泛着泪花说 哎呀 你看你们娘俩怎么说着 说着还哭了呢 奶奶擦干眼泪说 好 不哭了 这辈子我没和我儿子待够呢 母亲说 娘啊 你能吃能喝的 活到一百岁不止呢 和你儿子好好相处吧 谁都没想到 当天吃完下午饭 父亲端了一盆温水 去给奶奶泡饺的时候 奶奶靠在床头 已经没了呼吸 父亲嚎啕大哭 赶紧叫来了我二叔 和那几个姑姑 二叔哭着说 怪不得咱娘 非要提前回乡下呢 原来她是想从老家里走啊 奶奶的葬礼 上来了好多邻居 奶奶一生乐善好施 自从二叔在城里上班 要是邻居家困难 借个十元八块的奶奶 从来没有让人空手回去 有时他们没钱 还奶奶就不要了 奶奶葬礼结束以后 母亲开始整理奶奶房间 她把老人的衣服 板板正正地叠在一起 父亲说 咱娘的东西规整好 就放在那里吧 看到这些东西 就好像看到了咱娘一样 母亲去叠奶奶扑过的褥子 一摸褥子 母亲愣住了 她突然大哭起来 褥子底下有一个布包 里面是奶奶给父亲缝的两条棉护膝 这两条护膝是奶奶最后这一趟 回来给父亲缝的 她知道父亲有老寒腿的毛病 她说入秋了天凉了 得让父亲套上棉护膝 在两条护膝中间夹着一个包裹 母亲敞开一看 竟然是厚厚的一打钱 数了数正好有两万八千块钱 母亲哭着对父亲说 咱娘临走还挂电你 专门给你缝了护膝 她一辈子省吃俭用 攒下钱给咱 你说她这是何苦啊 大家都知道 奶奶这两万八千块钱 多数是二叔给的 其余的都是我们家 和几个姑姑家给的零花钱 奶奶不舍得花都攒了起来 大家说 既然奶奶把钱放在了 给父亲缝的户膝里 那就是打算把这些钱 留给我们家的 母亲说 娘啊娘 我现在才明白 你为什么非得提前来 我们家住这一个月 你就是为了把这些钱 留给我呀 临走你还念叨着我日子紧巴 二叔点点头说 嫂子 你说得对 咱娘其实就是这样想的 从我家走的时候 我看到她特意 把包钱的这个布包揣在身上 她嘱咐我 等她百年之后 不管把什么东西留给你 都不能让我不高兴 父亲不肯要这些钱 她想把这些钱分开 但是我二叔和我几个姑姑 都不让分 他们说 这是奶奶留给父亲一个人的 父亲说 那好吧 这是咱娘对我的心意 我也领了 现在暂时不分了 以后你们 谁有困难的时候 就用这些钱去帮谁 奶奶走了 父亲好久好久都没有 缓过来 她经常悄悄地去奶奶墓地 在那里 一坐就是半天 父亲总说 这辈子 她和奶奶没有出够 还没有伺候够奶奶 老人怎么早早地就走了呢 养恩大于天 未生而养百事难还 父亲说她的孝心 比起奶奶对她的疼爱不值一提 她欠奶奶太多恩情 奶奶是父亲的养母 虽然没有血缘关系 但是这份亲情辈辈流传 如今我们和二叔 还有几个姑姑 一直亲密交往着 这是奶奶最希望看到的吧 好了 第一个故事到这里就结束了 感谢您的观看支持 接下来 请听第二个故事 退婚吧 趁早 未婚夫出轨 我要退婚 我妈却因为她家给的十八万八的彩礼 极力阻拦我退婚 她说 我弟马上也要结婚了 需要这彩礼钱给我弟娶媳妇 让我为了我弟能顺利结婚 忍一忍 为此 她威胁我 如果我敢退婚 就要跟我断绝母女关系 我果断同意了她的威胁 后来她年老病了 我弟不愿意管她 他想起自己还有个女儿 要我去照顾她 我呵呵 不去 让她忍忍 婚礼前半个月 谢臣出轨被我抓了个正着 当时 我因婚纱的事 跑了几家店 都不满意 在网上看上了 城北一家店的婚纱 大清早坐了一个多小时的车过去试穿 结果 刚穿着婚纱从十一间出来 便透过婚纱店的落地玻璃窗 看见应该正在出差的谢臣 暧昧地搂着一个穿着清凉的女人 从对面的酒店走了出来 瞬间 我身上原本很满意的婚纱 也变得糟心起来 而在我看见她的时候 她搂着的女人 不知跟她说了什么 她一脸猥琐地亲在女人的脖子上 亲完 她抬头时 刚好看见了我 只见她愣了片刻 脸上猥琐地笑僵住了 继而僵死了 慌乱地收回正搂着女人的手 匆忙地朝我走来 进门开始了她的狡辩 林宇 你听我解释 事情不是你看见的那样的 她是我的客户 我跟她就是单纯谈合同 虽然人生第一次撞见未婚夫出轨 导致我脑子一片混乱 但我不得不佩服谢臣说瞎话的能力 咱都不说别的 谁家好人谈合同 是大清早从酒店搂着腰弹出来的 还他妈在大庭广众之下 亲亲抱抱 谢臣见我不说话 上前试图拉我的手 我快速往后退了两步 避开她的手 你别靠近我 我嫌恶心 说完 我进了十一间 把身上的婚纱换了下来 太他妈讽刺了 我换完衣服出来 谢臣依旧试图跟我狡辩 林宇 我发誓 我跟她真的什么都没有发生 我打断她 谢臣 我只是有些猛 不是傻子 你身上的女性香水味都快淹入味了 我想了想 斩钉截铁又到 退婚 我们到此为止 谢臣回家的路上 我又想过 我爸妈知道我要退婚后 应该会很生气 毕竟 我跟谢臣的婚礼只有半个月了 请帖都已经发出去了 我爸妈重男轻女还特别要面子 我这个时候要退婚 他俩肯定会难以接受 但我万万没想到 他俩在知道我要退婚后 会大发雷霆 且怒火不是冲着谢臣去的 反倒是冲着我来的 我要跟谢臣退婚的话刚说出口 我爸蹭一下从沙发上谈了起来 林宇 你是不是有病 我跟他说了谢臣出轨的事 我爸却丝毫不听我的解释 他更愤怒地喝骂 林宇当初跟谢臣谈的是你 说要结婚的也是你们 你谈之前没搞清楚他的人品 现在要结婚了 婚礼的日子都定下来了 请帖也已经发出去了 这个时候你要退婚 是要把我和你妈的脸都丢光吗 我爸骂完 置地有声再道 我跟你妈丢不起这个脸 这婚你结也得结 不结也得结 不然以后亲戚们怎么说我和你妈 我看像坐在一旁的我妈 我妈的态度虽然没有我爸这么强势 也没有骂我 但跟我爸其实是一个意思 他问我 小雨你是不是看错了 他沉思片刻 又道你跟谢臣谈了三年多 他的人品你应该清楚的呀 再说 我和他妈也认识这么多年了 算是看着谢臣长大的 我看那孩子平时就思思文文的 应该做不出这种事来 你们之间有什么误会 还是早点说清楚的好 你别有点风吹草动 就任性要退婚 我妈又说了很多 忠心思想只有一个 这婚不能退 我妈后面的话 我已经没什么心思在听 只是在心里暗自盘算 这婚该如何退 不过 我妈有一句话是事实 我跟谢臣谈了三年多 从25岁到现在28岁 我们两家离得不远 我妈跟谢妈是排友 我跟谢臣算是从小相识 她就比我大了一岁 不过 我俩那时不是很熟 我妈出去打牌 不会带上我 因为那些年她出去打牌 我要在家跟我奶一起帮忙照看我弟 我跟谢臣熟悉起来 是在我大学毕业工作的次年 有一次 我妈跟谢妈又一起出去打牌 打完牌 几个中老年人心血来潮 又出去唱K了 玩得太晚 又喝了点酒 让我过去接她 我去接我妈时 刚好谢臣也在 我妈他们没唱完 让我等会儿 谢臣见我一个人坐在角落里 过来跟我聊天 我俩加了联系方式 此后 我俩偶尔也会在微信上聊几句 聊了几个月后 谢臣时不时会约我一起出去吃饭 逛街 次数多了 我也看出来了 她想追我 我那时对她的印象还算不错 她生得斯文 说话风趣 也挺有礼貌 而且 她很会照顾我的情绪 她应该是从她妈口中得知 我妈有些重男轻女 每每跟我聊天时 都会有意无意地维护女孩子 让我对她的好感度提升了不少 所以 我俩相处了一年后 她跟我告白说喜欢我时 我没有拖着她 应了她的告白 在一起后 相处得也很愉快 她情绪稳定 很有耐心 谈了两年多后 我俩顺理成章地订婚了 彩礼是按照 成的大事 十八万八 婚房早在谢晨毕业没多久 谢爸谢妈就给谢晨买好了 谢晨也承诺 我俩领证后 房子加上我的名字 我俩一起还贷款 谢爸谢妈对此也没有意见 如果没有今天的事 我俩肯定也会顺理成章地结婚 但出了今天这事 这婚事肯定要黄 我只是没想到 这退婚路 第一关竟就直接卡在我爸妈这里了 我妈见我态度坚决 大概是想缓和一下情绪 道 小雨 你先别冲动 我去问问你谢阿姨 这到底是怎么个事 万一真是误会呢 眼见也不一定为时 反正这婚肯定得退 没得谈 我也就任由我妈去问了 自己回房间 先跟我的朋友们发消息道歉 让他们半个月后 不用来参加我的婚礼了 大半天后 等我给朋友们发完信息 我妈跟谢妈也已经聊完了 她敲开我的房门 一脸的欲言又止 半上 她有些犹豫地开口了 小雨 真的是误会 谢臣没有出轨 你看见的那个女人 不是谢臣的小三 是谢臣昨晚跟她朋友们喝多了 她的朋友们不懂事 喊来了几个不三不四的女人 谢臣是喝多了 才无意间把那个女人给带走了 懂了 我直白道 妈 你直接说她嫖娼不就行了 我妈咽了一下 林雨 你话怎么能说得这么难听呢 谢臣说了 她两人清清白白 什么事也没有发生过 再则 人也不是谢臣喊过去的 她只是喝多了而已 我震惊 而已 我妈点头 谢臣跟那些个不三不四的女人 又没有感情 怎么可能发生关系吗 再说 就算她俩真的发生关系了 她俩也没有感情 不会影响你和谢臣的感情 你没必要为了这么点小事 真要跟她退婚 我听笑了 反问我妈 怎么 你的意思是 别人往你头上拉屎 你还要分屎是干的 还是吸的 我妈 我妈大概是被我这形容给恶心到了 好一会儿没说话 就在我以为 她是要同意 我跟谢臣退婚时 她跟我爸一样 强势地道 反正不管怎样 你跟谢臣的结婚请帖都发出去了 这婚不能退 我和你爸丢不起这个脸 而且 我和你爸这些年放出去了那么多的人情 就等着你跟谢臣结婚 好把这些人情钱收回来呢 你现在不跟谢臣结婚了 这些人情钱 我们要等到猴年马月才能收回来 她停顿了几秒 甚是离谱地又加了一句 哪怕是你跟谢臣结婚后再离 我都不管 我气得朝她翻了个大白眼 妈 你是觉得 我多一张离婚证 将来对我换工作有帮助 还是能给家里争光 我妈 但我妈不管 她坚定地表示 如果我敢退婚 她就要跟我断绝母女关系 她还给我洗脑说 谁家男人还没有点问题了 你看你爸那个暴脾气 家里的事基本不怎么管 喝点酒 就成天觉得家里没有一件顺她心的事 我不是一样跟她过了几十年 谢臣已经在电话里跟我道过歉了 也保证没有下一次 你别不知好歹 抓着点事就不放 我无了个大雨 我是知道 我妈不喜欢我 这些年 我弟什么都不用做 就能天天被她挂在嘴边夸 我儿子怎么怎么好 怎么怎么努力 我做得再好 她对我都是打压式教育 别人在她面前夸我一句 她都要替我谦虚 嗨 林雨不成器的 就是运气好 她在我和我弟之间搞区别对待 我都忍了 可谢臣都不是她儿子 谢臣还她妈嫖娼了 我妈竟然觉得我要跟她退婚 是我不知好歹 我跟她无话可说 也没了跟她争吵的欲望 我妈见我不说话 又给我施压 你好好再想想 我点头 我确实需要好好想想 这个家 以后我还有再回的必要吗 我没给我妈明确的回复 就出门了 反正我明确跟她说 我要退婚 她也是不同意 那还说个屁 我回到自己的出租房时 门口站着谢臣 来跟我道歉求和的 她来之前 应是想好了台词的 她道 小雨 我昨晚真就是喝多了 她道 我昨晚出差提前回来了 刚好我朋友过生日 喊我去喝酒 我看太晚了 才没有叫你一起 谁知道 我朋友还喊了几个妹子一起 她道 我保证 这是第一次 也是唯一一次 你就原谅我这一次 好不好 我喝喝 神特么喝多了 我又不是没见过谢臣喝多了的样子 她真喝多了 雷都打不醒 更别说还有力气带个女人去开房 她这些话也就能骗骗我妈 不 连我妈都不能骗到 我妈偏袒 谢臣另有原因 回出租房的这一路 我大概也想明白我妈不同意我跟谢臣退婚的原因了 为了谢臣家答应给的十八万八的彩礼 我弟现在谈了个女朋友 如果不出意外的话 他俩明年应该就要谈婚论嫁了 我妈得先把我弟将来娶媳妇的彩礼钱从我这里拿到 我跟谢臣结婚后 我幸不幸福 恶不恶心 不在他的考虑范围内 所以 我面无表情听谢臣说完后 没什么情绪到 你不用跟我解释这么多 我也绝对不会原谅 我们到此为止 好聚好散 谢臣还想说什么 我没等他继续跟我说屁话 直接进门 关门 但谢臣显然不死心 此后 连着几天 天天给我发信息道歉 为表诚意 还买了很多礼物给我 当然 礼物我没收 他给我发的信息 我也从来没回过 我还嫌他烦 干脆把他的联系方式 全部拉黑删除了 在我拉黑谢臣联系方式的第二天 谢臣再次找上门来了 他见我是动了真格 心急如焚道 淋雨 你这个时候 非要退婚 我爸妈那边 我怎么交代 我爸妈现在年纪都大了 经不起这么折腾 他俩欢欢喜喜等 我们结婚呢 我们突然 又不结了 他们肯定接受不了的呀 我 道德绑架 他用的是真熟练哈 不过 对我没用 我白了他一眼 你做这些事的时候 都没想过 要怎么跟你爸妈交代 凭什么要我拿自己的后半辈子 替你爸妈着想 你多大的脸啊 我越骂越气 谢臣 我以前是太给你脸了 让你以为自己真是个人物 我就非你不可了 是吧 滚 谢臣不滚 他大概是见我由言不尽 说话开始越来越离谱 他还先气上了 淋雨 你一定要这么绝情吗 这么多天 道歉我也道了 第三下四求你我也求了 你还想要我怎么样 不是 合着在他心里 他出去嫖娼被发现 也只是需要道个歉 第三下四求一求我就行了 此刻 我无比庆幸 我没有在婚礼之前 跟他领证 不然 我真要到跟他离婚的程度 指定是男如登天 我没心思继续跟他掰扯 直接到 谢臣 退婚的事 我已经跟你说得很清楚了 如果你执意不同意退婚 不通知你家那边的亲戚 我们的婚礼取消了 我随便你 反正到时候 我不会出现 丢脸的是你家 不是我 我顿了顿 还有 你再来骚扰我 我就报警了 谢臣 大概是我的报警 威胁有用 谢臣这才不情不愿地走了 谢臣走后 我妈竟还不死心 想继续撮合 我跟谢臣 给我发来了一堆诸如 婚姻礼 睁一只眼闭一只眼 才能让夫妻俩更长久 聪明女人 都不过问老公的几件事 女人在婚姻礼需要学会的忍受 等有病的心灵鸡汤 我选择无视她 并跳过她和我爸 直接在我家的亲戚群里 跟我家的亲戚们 说了取消婚礼的事 结果 我的话才发出去 我妈立马在群里骂我 她骂道 林雨 你在群里发什么疯 这么大的事 谁准你没有经过 我和你爸的同意 就擅自做主的 你是反了天了吗 我冷静地回她 我没有发疯 如果你觉得 谢陈嫖娼都不是大事 我还要捏着鼻子 继续跟她结婚 我同意你说的 我们断绝母女关系的提议 我爸见我态度坚决 也跟我妈一起 试图拉着群里的长辈 给我施压 不过 没成功 群里的长辈 只是年纪大了 不是眼盲心下了 大唐叔道 自己的女儿 被人欺负成这样了 你们两口子 不上门去打一顿信谢的 还逼着女儿 继续嫁给她 你俩是脑子 被狗屎糊了吗 大唐审议道 你俩就是卖女儿 也得卖个好人家吧 谢陈这种结婚前 就看出是火坑的人 你俩不庆幸结婚之前 看出她是个人渣 还要把女儿 往火坑里推 到底是谁在发疯 小唐叔的怒气更甚 你俩就是这么做父母的 难怪二婶去世前 一再担心 她没了 小雨会被欺负 合着你俩 以前在二婶面前 打过样板的呀 小唐叔口中的二婶 是我奶奶 几年前去世了 我爸妈被群里几个书败 骂得尽声了 我也松了口气 然而 即使我跟谢陈说得明明白白 我们已经不可能了 我也已经跟我的亲戚朋友们 说过我俩婚礼取消的事 但在我和谢陈原定 婚礼日期的前三天 我妈给我打来了电话 说她收了谢家的彩礼 我气得人生第一次 对我妈破口大骂 妈 我都已经跟你说过了 我跟谢陈退婚了 你还收谢家的彩礼 你他妈是掉钱眼里去了 还是疯了 我妈没疯 她只是单纯想从我这里拿钱 用她的话就是 你弟马上也要结婚了 就等着你的彩礼钱 给她娶媳妇 你别给我任性 也是 去年他和我爸给我弟买房的时候 就问我要过钱 我没给 去年年初时 我弟把他的女朋友带回家 见了家长 我爸妈都对他的女朋友很满意 所以 为了我弟能顺利结婚 他俩掏空钱包 先给我弟全款买了房 装修时 还差二十万 于是 他俩张口问我要装修的钱 我反手拒绝了 我妈为了此事 还跟我争吵过 她道 林雨 你毕业这么多年 我和你爸没有问你 要过什么大钱吧 现在是家里真的没钱了 才让你帮忙出二十万 这你都不愿意 你心里还有这个家吗 我心里有没有这个家不好说 但他心里肯定是没有我的 小时候的烂账都不说 就我毕业后 他就在我这里提出过很多离谱的要求 我弟比我小三岁 我毕业那年 他还在上学 是已 我刚毕业 我妈就试图把我弟的学费 生活费全部搭在我的头上 他道 林雨 你现在也毕业开始赚钱了 要帮我们分担一些 以后 你每个月给你弟两千的生活费 我当时的实习工资才两千五 我问他 我给弟两千 我怎么活 他理所当然 你们公司不是包吃住吗 你有吃的 有地方住 还要用什么钱 最后 还是那时尚未去世的我乃听不下去了 道 小雨一个女孩子 你让她一个月只剩下 五百块的生活费 她怎么活吗 我妈才作罢了 但我妈作罢了 也要跟我奶数落我几句 我不过是用这个提议试探一下 她有没有孝心 这一试探就试图出来了 她就是没有孝心 眼里只有钱 她小时候 我就看出来了 我奶忍了半赏 没忍住 给她翻了个大白眼 你俩有孝心 也没见你俩把赚的钱全部都给我呀 我妈 我妈让我每个月给我弟两千的生活费没成功后 连带对我奶也有怨气 又四年 我奶病了 住院 我爸给我打电话 说我奶住院了 要钱 他跟我妈手里没那么多钱 让我去医院交钱 我想都没想 去了 请假在医院照顾我奶 但我奶最终还是因为年纪大了 各种器官衰竭 没治好 十天后 在医院里走了 我忙着伤心 我奶没了 我妈忙着报销 我奶这次住院的费用 拿到医保报销的钱后 一分都没有还给我 我还没跟她要 她先跟我算上账了 你都工作三四年了 存款至少应该有十几万了吧 你奶奶从小带着你不容易 你有点孝心 你奶奶这次葬礼的钱 就你出吧 办得风光点 也让你奶奶走得安心一些 我说我没有那么多 她才不管我有没有 近乎无赖道 反正我和你爸现在没钱 我和你爸供你们两姐弟上学 已经把钱用完了 你不出钱办 难道看你奶奶连葬礼 都没有 直接下葬吗 她赌定 我肯定会出 最终 为了我奶 葬礼的钱 都是我出的 为此 我还问朋友借了三万 我爸妈真能做到 分文不出 我也没跟我爸妈计较这些 毕竟 确实如我妈所言 我奶从小带着我 且 在我爸妈都重男轻女的情况下 唯独我奶没有 当初我高考没考好 只勉强考上了二本 我爸妈让我干脆别读了 说我一个女孩子 迟早是别人家的 读那么多书 对家里也没有帮助 是我奶跟我爸妈吵了一架 我奶把家里的长辈喊过来 给我爸妈施压 我爸妈才不情不愿让我去的 学费是我自己贷款 生活费是我奶用自己的退休金给的 给我奶花钱 我没有任何怨言 只是 在我奶走后 我从以前的每个周末都回家 变成除了过年过节 鲜少回家 哪怕我跟我爸妈 就生活在同一个城市 去年 我妈问我要二十万给我弟装修房子 我更是想都没想就拒绝了 甚至干脆除了过年 都不回家 刚好对于我爸妈而言 我回不回家 他们也并不关心 直到我跟谢晨订婚 因为礼俗的事 我才又开始时不时回家的 像是当初我妈逼我出我奶的葬礼钱时 我没有犹豫就妥协了 他觉得这次 我肯定也会跟以前一样妥协 在我跟他吵起来后 他换汤不换药地威胁我 林宇 反正谢家的彩礼钱我已经收了 你执意要跟谢晨退婚 就自己去还谢家这十八万八的彩礼 不然 三天后 你必须准时出现在婚礼现场 我深吸了三口大气 跟自己说 和他吵架没有任何意义 只会气死自己 毕竟 一个心里没有你的人 哪怕你死在他面前 他都是无动于衷的 半分钟后 我平复好心情 大默地回他 妈 我肯定不会去 如果你不退谢家的彩礼钱 你就等着谢家起诉你吧 十八万八 谢家如果告你诈骗 足够你进去坐几年的牢了 说完 我不顾我妈在电话那端的骂声 挂了她的电话 拉黑了她的联系方式 世界才终于清静了 结果 清静没十分钟 我的电话再次疯狂响了起来 我爸打来的 他觉得我挑战了 他一家之主的权威 给我放话 如果三天后 我不出现在婚礼现场 就要给我点颜色看看 实话 在我爸给我放着狠话时 有那么一瞬间 我心里是恐慌的 而十被他殴打的记忆 开始疯狂攻击我 我爸有暴力倾向 他还美其名曰 棍棒底下出好人 又记得 小时候 家里什么是不顺他的心了 他就会摔摔打打 那时的我 三不五时 就会被他一巴掌 扇在脸上 不论我有没有做错事 最让我记忆深刻的是 我九岁那年的春节 家里来了很多亲戚 带着小孩一起 家长们聚在一起 不是打牌喝酒 就是变着花样的 炫耀自己的孩子 忘了是哪个亲戚喝多了后 开了个头 说他家孩子期末考试 考了满分 另一个亲戚说 他家孩子钢琴过了几集 其他亲戚开始跟风 把自己的孩子拎出来 表演了一段舞蹈 背了几句诗 或者唱了个歌 我爸喝了点酒 觉得自己也不能落下了 让我也给亲戚们表演一个 可问题是 我那时学习成绩一般 没学任何特长 在我爸妈常年打压式教育下 不自信还不爱说话 所以我什么也不会 木讷地看着亲戚们 不知所措 我爸觉得一无是处地 我给他丢脸了 在亲戚们走后 对我破口大骂 简直就是养了个废物 什么都不会 竟让我丢脸 骂不过瘾 酒精上头 他直接把手旁的烟灰缸 朝我砸了过来 我尚未反应过来 烟灰缸已经砸到了 我的脑门上 血当场顺着 我的额头往下流 但他完全看不见 我已经在流血的额头 觉得不解气 又过来踹了我脊脚 等在厨房忙碌的我奶 听到动静出来时 我已经被我爸踹倒在地上 血流了满脸 我奶下得手里正洗着的碗 都掉地上了 跑过来抱住我 骂我爸 你发扬巅峰啊 你这么打小雨 我爸还是那句话 淋雨一个废物 让我在亲戚们面前 丢尝了脸 打死都是活该 我奶没跟他理论 拉起我就往医院跑 而在我奶带着我出门时 在沙发上刷手机的我妈 还帮我爸说话 淋雨这么丢我们的脸 是该打一打 让他常常记性了 那时还只有六岁的我弟 也在旁边笑出了声 不过 我弟也没能笑到最后 我爸望子成龙 在他上了小学后 对他的期望很高 但凡他考试考得不好 就会挨我爸一顿走 我爸做我下死手 做我弟也没保留力气 家里的拖把杆 都被他打我弟给打断过几根 我爸不再有暴力倾向 是在我弟上高中 进入叛逆期后 我弟有一次期末考试 考了个全班倒数第三 我爸对着他破口大骂 一天天就知道完 放假了一天书也不看 难怪你成绩这么差 你知不知道为了你 我和你妈起早贪黑地去上班 辛辛苦苦赚钱供你上学 还给你报补习班 结果 你就给我们考了这么点分数回来 你对得起我们给你交的学费吗 骂上头 我爸又开始操棍子 不给你点颜色看看 我看你是不知道我的厉害 但那次 我爸要再打我弟时 已经比我爸还高的我弟 一把夺过我爸手里的棍子 给了我爸挤棍子 还把我爸踹倒在地上 骑在他的身上 边打他边骂娘 我操你妈的 我要你供我上学了 你一天天觉得我这里不行 那里不行 你自己又哪里行了 上班受了气 就回家拿全家人当初气筒的窝囊费 这书我不读了 你他妈别一天天喊着 什么都是为了我 如果那天不是我妈和我奶拉住了他 我觉得他能打死我爸 但也没好到哪里去 他被我弟打得住院了三天 你问我在干嘛 我坐在沙发上冷眼旁观 还打心底暗爽 我爸住院期间 我跟他在我九岁那年 被他打住院那次 他依旧心安理得的 在家里继续走亲戚一样 我心安理得的去打寒假工了 一次也没有去看他 他出院后 大概是终于明白 他已经打不过了 才开始收敛 不再对我们动手 但此刻 他一句要给我点颜色看看 让现在的我都忍不住打了个冷战 所以 我果断也挂了他的电话 把他的联系方式全部拉黑删除 然而 晚上我下班回去 就见我爸妈怒气冲冲堵地 在我的出租房门口等我 我住的房子是楼梯房 就住在三楼 刚上到了二楼 我就听见我爸愤怒地骂娘声 林宇还敢拉黑我的电话和微信 老子这几年没打他了 他以为我老了 打不过他了 是吧 我看他是想死 我妈跟着妈 孽障 还跟我降嘴 让我去坐牢 抓也要把他抓回去 把这昏结了 更可怕的是 我看见我爸还拎着棍子 我 我在他们还没有看见我之前 转身往楼下跑了 刚好出小区 便有出租车停在小区门口 我立马打车跑路 毕竟硬碰硬 我没法EV2不说 主要是 但凡跟血缘亲情沾了边 报警都起不了多大的作用 为防止他们继续来出租房找我 我直接住去了酒店 给公司打了离职报告 我以前留在城 是因为我乃 我乃觉得我一个女孩子 如果背井离乡 被人欺负了都没人撑腰 我乃离世后 是因为泄尘 如今 我打算彻底远离我爸妈 离职很顺利 我领导知道 我的情况后 没让我非要坐满一个月 再走 刚好 她一个亲戚 想入职我们公司 她爽快地 在我打完离职报告的当天 就放人了 交接工作 都没让我继续在公司做 而是改为如果西人有问题 打电话问我 离职完 我马不停蹄地离开了那城 去了我以前很想去的沿海城市 刚到目的地 竟再次接到了谢臣的电话 她是用陌生号码打的 我以为是前领导的亲戚 接了 电话刚接 谢臣指责我 林宇 我真是瞎了眼 会喜欢你这种 连你父母的立场 都不考虑的女人 她爸爸了几句后 我听明白她的意思了 她是在谴责我 她家都把彩礼给我爸妈了 我竟然不为我爸妈考虑 继续跟她完婚 我听笑了 咱都不说 我俩当初会恋爱 有一部分原因是 她知道我爸妈重男轻女后 会为了我 抨击重男轻女的父母 我俩后来谈婚论嫁时 我也跟她说过 彩礼一旦给到我爸妈手里 那肯定是没得退还的 她当时还说 彩礼肯定会给到我手里 这彩礼给到我手里后 不论我是带回我们的小家 还是我拿给我爸妈 她都尊重我的决定 咱就说她和她爸妈又不是蠢货 还精明着呢 怎么可能在我都要退婚的情况下 还真把彩礼给我爸妈 所以 我道 谢晨 你家有没有给我爸妈彩礼 你心里有数 我心里也有数 你别他妈跟我爸妈一起来恶心我 谢晨沉默了 我妈说 已经拿到谢家的彩礼 不过是我爸妈为了逼我继续嫁给谢晨的招数罢了 如果我妥协了 她遂了愿 如果我没妥协 她也没什么损失 或者 我硬气一点 真的还了谢家十八万八的彩礼 她也可以去问谢家要 我在谢晨沉默时 再道 退一万不讲 就算你真的蠢成猪 把彩礼给了我爸妈 那也是你给我爸妈的 跟我有半毛钱关系吗 还想用彩礼来道德绑架我 你是不是忘了 人口买卖是违法的 谢晨 谢晨大概是谎言被我戳穿 恼羞成怒 林宇 你这样完全不替父母考虑的性子 难怪你爸妈都不喜欢你 你以前还有脸怪到重男轻女上了 你这样的人 换成任何父母 都不可能喜欢你的 她停顿了几秒 愤愤然又 扑我 我们退婚了 我随随便便 就能找一个 比你更年轻 更貌美的女生 你就不一样了 你跟我退婚后 就是一个爹不疼娘 不爱跟孤儿无意的大龄圣女 你还真以为 你能找到比我更好的吗 不可能的 就算你将来重新嫁人了 男方也只会轻视你 认为你都没有父母撑腰 可以欺负死你 懂了 这才是她婚前原本的真实想法 只是之前 她一直都掩饰得很好 再次无比庆幸 我俩白酒 之前没有领证 还让我抓到了她嫖娼 不然 我俩真的结婚了 我婚后的日子 肉眼可见的艰难 她就算欺负死我 我爸妈 也不会帮我说一句话 我懒得听她说屁话 回了她一句脑残后 挂了她的电话 并拉黑了她的新号码 虽然我拉黑 删除了谢臣所有的联系方式 好赖我们之前谈了三年多 有一些共同朋友 我大部分朋友 还都认识谢臣 尤其是 在我离开给城后 谢臣倒打一耙 到处跟人说 是因为我乱搞男女关系 我俩才退婚的 这些话传到我耳朵里 我那个气 原本已经不打算 跟她斤斤计较的我 立马把我俩退婚的原因 公布在了朋友圈 让我俩的共同朋友 和我的朋友们 吃了个大瓜 所以 哪怕我离开了个城 偶尔也会从我朋友口中 听得谢臣的一些消息 据说 我俩退婚后 她就被家里 催着去相亲了 但并没有像她 扑我实说的那样 随随便便 就能找到一个 年轻貌美的小姑娘 反而因为我 公布我俩退婚原因后 她次次相亲 次次没有结果 直到三年多后 我跟她的事 已经久远 她才跟他们公司 一个新来的 不知道我俩 退婚原因的姑娘 谈上了 不过 不关我的事 我并不关心 事已 我知道又一年多 谢臣跟她结婚之前 干了一件蠢的 让人拍案叫绝的事时 我才从朋友口中 得知这些消息 朋友说 谢臣婚前约炮 被骗了近四十万 朋友会跟我说 还是怕我得病 隐晦地提醒我 去医院检查检查 因为谢臣约炮 不是一次两次了 而是从很久之前 就开始了 只是这次她栽了 被跟她约炮的女人 下了套 被骗的数额太大 其中还有她 马上要给 未婚妻的彩礼钱 和她被骗的头脑 不清醒时录下来的贷款 她最终只能报警处理 奈何报警 也无济于事 她是在约炮网站上 被骗的 属于网络诈骗 钱给出去时 就已经被转移到海外账户了 跟她约的女人 在她被骗后 立马离开了地城 且 那个女人所有的信息 都是假的 警察让她做好钱 要不回来的心理准备 而在她被诈骗时 她和她未婚妻的婚礼 已经只有十天 原本她答应给的彩礼 拿不出来 还道歉了一屁股债 更离谱的是 谢臣在拿不出彩礼后 还想哄骗她未婚妻 先跟她领证 不过 她未婚妻没上当 还偷看了她的手机 知道了她在婚前 干的这些混账事 于是 果断跟她退婚 并把她约炮 被骗几十万的事 说了出来 现在 谢臣不但再次被退婚 还被公司以影响不好 给开除了 我听完朋友的话 笑得大快人心 送了谢臣两个字 活该 但我并没有去医院检查 因为我在知道 谢臣当初嫖娼后 就去过了 朋友跟我聊完 问我 你都好几年没回家了 几年回来吗 我想了想说 不回 对于我而言 从我乃离世后 我就已经没有家了 那个家里 没有人想见我 也没有我想见的人 这几年 我倒是偶尔会听到 我爸妈的一些消息 我离开黑城的次年 我弟结婚 我妈让我一个堂姐 联系过我 喊我回去参加 我弟的婚礼 当然 参加婚礼是其次 主要是让我回去 给我弟送份子钱 也不知道 他哪里来的底气 在我已经全面 拉黑了家里人的 联系方式后 他竟让我堂姐转告我 我人不回去 没关系 但是份子钱 必须要到 不但份子钱要到 还要求份子钱 必须得给五万以上 说是我一个 亲戚家的儿子结婚 姐姐就给了 五万的份子钱 但我妈只看见了 人家姐姐 在弟弟结婚时 给了五万 没看见人家家里 不重男轻女 人家弟弟 以前在姐姐 有任何事的时候 都无条件帮忙 出钱出力 我弟那些年 帮过我什么 哦 帮忙提升过我的血压 我爸打我的时候 他在旁边笑话我 我妈骂我的时候 他在旁边拱火 我爸妈以前 还时常给他灌输 我是他姐 我就是他的提款机 之类的观念 导致他毕业后 没钱就问我要 他要了几次 我没给过一次 他认为我对他没用 主动把我的联系方式 全部删除了 所以 我俩老早就不联系了 也所以 我弟结婚 我没回去 也没有随理 包括后来 他的孩子出生 我都当不知道 他心里 也十分清楚 他在我这里是 占不到任何便宜的 没必要 跟我维持 无用的社交 但我万万没想到 又五年 我弟竟再次联系我了 为了我妈的养老问题 我弟如今 是两个孩子的父亲 我妈这些年 一直在帮她带两个孩子 大概是我妈 现在年纪大了 帮忙带两个孩子吃力 她还有高血压 从前年开始 她的身体开始 每况愈下 到今年 短短两年时间 她瘫痪了 我妈瘫痪后 我弟不愿意 她继续留在自己家 给她增加负担 加上我妈帮我弟 带孩子时 原本就有一些婆媳矛盾 弟妹也坚决不允许 我妈在她那里养老 至于我爸 她年轻的时候 就只负责在家里耍微风 现在年纪上来了之后 更加不负责任 更加蛮横不讲理 成天不是在喝酒 就是在去喝酒的路上 还没少因为喝酒闹事 据说 在我弟结婚生了孩子后 他在我弟孩子的满月宴上 喝多了 干出过对儿媳妇破口大骂 还试图对儿媳妇动手的事 导致我弟和弟妹坚决不准 他进家门半步 我弟还给他放话 让他死外面 都不要再联系他们 我妈自己也知道 如果他回自己家 我爸指定是照顾不好他的 别说照顾他 一天三餐 餐餐有着落都够呛 于是我妈跟我弟找上了我 这个冤大头 希望我能把我妈接走 亲力亲为地照顾我妈 给他养老送中 我拒绝 没门 钱和爱都给了我弟 甚至为了我弟结婚时的彩礼 不惜把我往火坑里推 养老却想起女儿了 他想得美 我拒绝后 他俩把我告上了法庭 我妈坐着轮椅 在法庭上控诉我不孝 不给他养老 却半句不提他 这些年的区别对待 一字不说 我弟的半分不适 我妈控诉完我 还大言不惭地 在法庭上提出 要么我把他接过去养老 要么我每个月给他八千块 请护工照顾他 不过 被驳回了 法院最终判了我 每个月给他七百块 我妈不服 说要继续告我 告到我 把他接过去养老 或者每个月 给他八千块为止 我点头 随便你 然后 当月把法院 判我要给他的七百块 全部买了 对他没有任何用的保健品 给他寄了过去 次月换另一个牌子的 保健品邮寄 主打就是 法院判多少 我给多少 但是怎么给 得按照我的想法来 我给他买了一年 没有任何用的保健品 恶心他后 在一个深夜 接到了他的电话 电话里 他哭得很凶 跟我道 小雨 你弟就是个白眼狼 为了他能结婚 我给他全款买了房 又帮他带孩子这么多年 现在我瘫痪了 你爸不在家 让他给我送顿饭 他都不愿意 还喊我去死 别活着 祸害一家人 他骂完我弟 又骂我爸 你爸那个挨千刀的 也不靠谱 现在成天不是出去下棋 就是在家喝酒 喝完酒 就在家发酒疯 砸东西 我想说 我弟是白眼狼 不是他自己 教育出来的吗 我爸不管是不靠谱 不也是他 默认允许的吗 但我听着他的哭声 于心不忍 没给他火上浇油 而是劝说他 老人当自强 我道 妈 谁家老人 还没有个三病两痛了 他们不是一样 好好的能照顾好自己 我想了想又道 再说 当年不是你自己说 谁家男人 都点问题的 我爸那个暴脾气 家里的事基本 不怎么管 喝点酒 就成天觉得 家里没有一件 顺他心的事 你不也一样 跟他过了几十年 现在几十年都过了 怎么就不能过 这最后的日子了 我 你别做 自己多忍忍 人老了 少给子女添麻烦 不然容易招人烦 我妈 我以为我 跟我妈已经说得很清楚了 她不会再给我打电话 然而 仅仅过去了半年 我妈再次给我打来了电话 这次不是为了她自己 而是为了我爸 我爸嗜酒成性 在一个深夜 还非要出去跟人喝酒 喝完酒回来时 掉进河里淹死了 尸体被人发现 还是在第二天 我妈是让我回去参加葬礼的 死者为大 我回去了 当我爸葬礼过后 在我要走时 我妈拉着我 哭得泪眼婆娑 跟我道歉 她道 对不起 小雨 那些年 是我太偏心你地了 我看着她已经全白的头发 皱纹深如沟壑的脸 完全没法把眼前的她 和十多年前 那个为了逼我嫁给渣男的强势老太太联系起来 但我沉默了很久后 回她 你不必跟我道歉 我也绝不原谅 我当然知道 她现在为什么又低头跟我道歉了 不久前 我家亲戚去看望过她 她跟亲戚们满是后悔地提起了我奶 说我奶临终前是我请假照顾的 为了照顾好我奶 我几乎二十四小时没离开过医院 生怕我离开后 我奶就会出什么事 甚至在我奶年老后 有任何问题 我都会第一时间回去看望她 如今我妈拿自己跟我奶一对比 自然觉得有落差 她希望我能像当初照顾我奶一样 留在城照顾她 而且在我爸死后 我弟都没有要把她接过去一起住的意思 反而是让她把房子卖了 把卖房子的钱 一部分用于她去养老院养老 一部分给我弟 我弟还给我妈放话 如果不同意这个方案 她就彻底不管她了 我妈一辈子都要面子 在有儿有女的情况下 让她住去养老院 比杀了她还难受 所以我妈后悔了 道歉了 但她想替吃 我绝对不可能跟她兵事前线的 就会让她吃了 我妈妈 我妈妈 祝你 在货带 被人 我的货带